新的立法院所以要有一個負責啦 對應該隔魁1月31號請要總治 這個要嘛 那這個還是由馬總統還是當選的新當選的總統來 任命這個隔魁 新當選的總統在還沒就職之前他就不是總統 所以新民意在這一段的話他是沒有受到新民意的尊重 由公民投票審議委員會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召開公聽會 集思廣義看社會大家的反應 或者是由行政院來召開一個公聽會 討論是進入竹條審查嘛 那進入竹條審查本來就是立法院的審查的程序 那竹條審查如果沒有意見就通過嘛 那怎麼會有委員上來說我們看看行政院要辦公聽會還是我們要辦公聽會呢 這跟公聽會有什麼關係呢 討論的過程越透明化越好啊 公聽會啊是拖延時間啦 但事實上啊本席啊 也認為啊 開公聽會啊 可以啊 讓喔 整個議題啊 能夠啊 更透明化 那我個人啊 就先背負很大的責任就是喔 在福茂審查 我們都知道 沒有啦 我講一下啦 我就剛才 能夠啊 讓多開公聽會啊 從原來的四場 到後來啊 又加了 16場啊 啊 中共開了20場 黨團協商後 決定追加16場公聽會 但國民黨招委張慶忠卻在一週內就開了8場 把公聽會火速開完 我這個很不幸啦 本席啊 還是啊 被人家說 我這個是黑箱作業啦 但事實上啊 本席是已經啊 經過了努力啦 後來的時候要發動國藍委 那我又變高藍委啊 真的是喔 怎麼會拍的都到我呢 委員等一下請表達那個實質的意見好不好 來來來來 告解跟深淵的時間都給你了 事實上啊 福茂啊 歷史會站在我這一邊 我就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滿清末年啊 康有回梁啟昭啊 他的新政啊 是當時 對清朝來講啊 假如啊 當時的時期啊 不是啊 那些 蠻夷啊 滿憨的這些啊 既 那個 滿清政府啊 那些官員在反對啊 說不定啦 對清朝來講是個好事啦 所以本席認為我不委屈 所以我也沒有 歷史會 有一天再過100年以後 我們大家回顧啊 那時候啊 歷史會站在我這一邊 謝謝 謝謝 你知道公民投票制度在台灣為什麼這麼重要嗎 就是因為有你這樣的立法委員 請問 就是因為有你這樣的立法委員 我沒有對你怎麼樣喔 現在沒有在開會進行狀態當中喔 所以我也沒有破壞會議秩序喔 我們今天一群人在後面聽 忍了這麼久 你浪費多少大罪人的錢 站在上面 講了多少廢話 滿清末年談到現在了 從滿清末年談到柯兵 跟共同法關係啊 案在內政委員會躺多久 整整躺兩年 到今天還在拖 警察請出去了 你對得起人民嗎 我們立法委員在裡面 你對得起人民啊 你要幹什麼 撐點個半 撐點個半 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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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點